長期關心五人溪整治進度的金融市議員余三發 在金融市議會總質詢時 呼籲配合治理計畫先行拆除了道輪棒球場 在重建時應該增設看台 以吸引職棒球隊到基隆比賽 同時下方志鴻池也可以規劃一部分作為游泳池 這個這麼大一片空地 如果可以把它納入規劃的時候 當我們在改建這個棒球場的時候 我第一個期望 希望把這個自來水公司同一這些地方 把它建成看台 讓有更多的觀眾能夠有座位 那麼職棒就有可能進來 他不一定說是什麼的組長 但是至少在一年來個幾次 我們基隆也可以帶動職棒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我建議好多年了 希望我們新的市長新的團隊 對地方民意特別重視的市長 應該會樂見其成 自來水公司如果願意同意 我們使用這些土地來使用的話 那我想跟大五輪森林運動公園 只要能夠不衝突甚至可以共融 那我想這個地方要好好規劃 這是我第一個期待 第二個期待 旁邊就是五輪溪 就這邊那個山上流下來這麼大的水 在大雨暴雨的情況之下 這些水要讓它先流到棒球場下面的制洪池 那我想這個山水 這個山水QQ的 流到我們的棒球場裡面 經過簡單的一個水處理 譬如說讓它沉澱個一兩天 然後再經過出過率 市長 大五輪地區的民眾 對你有很高的期待 就是將近四萬個人口 整個大五輪地區 將近四萬個人口 沒有一個游泳池 市長 志宏池如果撥一小部分出來做游泳池 你覺得好不好 這是我很大的期望 對此公務處長陳耀川表示 會請顧問公司將議員建議納入規劃評估 另外余山發也關心安樂國小立體停車場的規劃進度 對此金融市長謝國良回應表示 市府正積極爭取 希望能跟中央一起合見 關於所有的硬體設備 大概最近都漲價了非常多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 包括停電 我們是希望用都更的方式來辦理 所以我們在規劃完成後 我希望是能夠跟中央爭取經費 跟地方共同來合見 金融市政府交往處長王正宏進一步說明 第一步將先做部分都市計畫變更 接下來則是跟財政部促山師爭取經費 做前置規劃 現階段已經跟教育處 還有都發處跨局處來整合 也就是說我們會先做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它有一部分要效地2.8公頃的部分 要保留有2公頃以上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部分會來做 所謂的都市計畫變更 變更為停車場用地以後 我們透過多目標使用 來把這個停車場的效益能發揮 那剛剛也特別提到 因為後續停車場建置的部分 會涉及工程經費 所以我們已經在10月份 跟財政部一個促山師 提出我們安樂國小 希望透過促山的方式 來做所謂的一個前置規劃 那後續我們會持續跟 促山師這邊爭取經費 那逐步來推動 余山發也呼籲金融市政府 多設置行人專用號制 保護行人安全 也避免駕駛人不時落入 被開罰的危機 記者張啟騰 記者報導